慕迪 慕迪在畫作中非常的受歡迎 尤其是在荷蘭的黃金時期 在這個影片中我想要呈現的 不只是慕迪這項樂器 在當時有多熱門和多重要 還想要呈現慕迪在藝術史上 不同的層面和象徵 象徵即寓意 我将目的在画作里的象征分为以下几个主题 神话故事 性的象征 欲望 虚荣派画作 天堂与地狱 家庭和爱人 在中世纪初期 神话预言或者是宇宙的和谐 常常都会以音乐 科学或是声音的艺术来当作表现的方式 而神话故事中的角色更是和音乐还有乐器息息相关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赫尔默斯 赫尔默斯他又被称为墨丘利 他是天神宙斯和女神麦雅之子 穿梭在边界的神 他也是众神间的传信者 他可以自由地穿梭在人类与仙界 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也非常的狡猾 至于目的和赫尔默斯的关联又是什么呢 其中一则神话故事提到 天神宙斯 也就是赫尔默斯的父亲 他爱上了女神伊尔 于是天神的老婆 Hera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决定要把伊尔变成一只乳牛 并且派遣他的白眼巨人 用身上的眼睛看守着这只乳牛 天神宙斯非常的慌张 于是他决定派遣赫尔默斯 用他快速的速度以及能够穿梭边际的能力去拯救伊尔 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默斯手上拿的乐器真是穆迪 他运用穆迪甜美的音色 使巨人沉睡 并且在这个时候拯救伊尔 在图片的后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乳牛 他就是已经被变成乳牛的伊尔 而图片中的狗在这边扮演的是看守的角色 和白眼巨人一起看守被变成乳牛的伊尔 在这个图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右手边有一只白色的牛 他就是伊尔已经被变成了牛的样子 而中间的巨人头上有一些小小的眼睛 他也已经被赫尔默斯用目的的音色催眠进入沉睡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潘 潘 他是赫尔默斯的儿子 他是野外打猎乡村和原始音乐之神 他的代表乐器是排笛 他被用来当作是纵欲的象征 而他的外表也是中古世纪恶魔的象征 他和阿波罗的音乐比赛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画作主题 潘也常常以演奏目的出现在画作当中 有一次潘大胆的向阿波罗提出音乐挑战 图片中央的山神被选为裁判 在第一轮的挑战中两人战成平手 所以他们被迫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在这轮比赛中阿波罗提出将他们的乐器颠倒着演奏 阿波罗演奏的七弦琴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然而潘的笛子却没有办法颠倒着吹 所以阿波罗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 在画家法兰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有恶魔外表的潘正在吹着他的排笛 而他的右方正是赫尔莫斯他的父亲 演奏着穆迪 在图片正中央的下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两只穆迪交叠在一起 缪斯是宙斯的九个女儿 分别象征着艺术、科学、诗和舞蹈 而他们在画中常以阿波罗领导的合唱团呈现 象征着音乐的缪斯们常常拿着乐器 这幅画的穆迪则是藏在竖琴的背后 穆迪也常常伴随着合唱或是其他的乐器一同出现在画中 而这幅画中的穆迪则是在正中央的桌子上 你们有找到这幅画里面的穆迪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